你好 欢迎收看1月10号大爱午安新闻 我是刘芳瑜 今天越晚还会越冷 早出晚归 一定要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 是强烈大陆冷气团南下 温度与昨天相比 已经明显降温了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主要是在台南以北 宜兰花莲 以及在外岛的金门跟马祖 可能都会有10度左右的低温 那其他地方的话 其实也大概在12到15度之间 感受上是比较寒冷的 而这样子的低温的话 其实一直到12号礼拜五 虽然冷空气有减弱的现象 但是辐射冷却的影响 所以还是会有些局部10度左右的低温发生 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 这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 大概是比较干冷的空气 所以比较冷的时间点 主要是在夜间到清晨 尤其是礼拜四礼拜五的清晨 这时段是要特别提醒大家的 每当天气变化 又会有很多人开始酷酷扫 这时候可别急着吞喉糖 因为就算您是单咳 肝咳没有痰 也可能是疾病的征兆 像是感冒或是梅浆菌感染过后 就算康复了 也可能会持续好几周的肝咳 睡到半夜突然干咳 可能是支气管受到刺激 造成的支气管净联 常见的还有胃食道逆流 以及过敏造成的咳嗽 所以原因真的白白肿 我们都不是医生 不要自己做判断 一定要旧医确定好 再来对症下药 而透过中医 老祖先的温和食疗 还有穴道的按压 也能够舒缓您狂咳时候的不舒服 冬季室内外温差大 一进到室内忍不住咳嗽 如果没有发烧 喉咙痛等症状 却频频干咳 可能是上呼吸道受刺激所导致 气管它其实对寒气 还有湿气 还有我们所谓的这种 温度的变化非常敏感 比较虚寒体质的 它就会开始造咳 痒咳 很多人仰赖喉糖 舒缓干咳 甜甜凉凉的喉糖 吃下去马上见效 看似有保健效果 但中医师提醒 长期下来治标不治本 市面上可以买到的喉糖 大多都是以润喉为主 里面可能含有比较多的薄荷 还是甘草 可能糖的含量还是比较高一点 所以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治疗作用 就是可能就缓解你 喉咙干痒不舒服的症状 中医用一点补气的中药 然后止咳化痰的加下去 把气给补上来 我们可能就会用一点比较润肺的 比如说北沙森 西洋森 百合 杏仁 这一类的 甚至有的人还会晚上晚睡 就开始咳 加一点我们所谓的薄荷 一点甘草 除了使用中药调养 平常多按摩手掌穴道 也能降低干咳的频率 大概肌肉最丰厚 最丰满的地方 这边有个鱼剂血 控制你平常一些过敏的一些干咳状况 就是可以两只手这样互相拍打 虽然有许多方式能舒缓 但如果酒咳不止 还是要担心可能是其他疾病所引起 有个慢性的这个胃食道内流 它造成它喉咙的这个慢性咽喉咽 或者是它有很轻微的鼻涕倒流 但它本身并不觉得它有这个症状 但是它还是造成了它的咳嗽 其他症状它可能因为没注意到 所以它就会觉得说 它只有干咳的问题 可能它的咳嗽会拉得比较长 可能到两三周或是更久 梅浆菌感染 那个走路的肺炎 它其实也是会以干咳来表现 初步的治疗没有特别的成效 那当然有些疾病的诊查方式 可能需要专科医师的协助 天气寒冷 保暖工作不可少 可以使用围巾保护脖子 避免气管因外在温度忽冷忽热 一咳就停不下来 大爱新闻中文如线起全台北报道 这些身影是否让您觉得有些熟悉呢 他们是去年获得职棒总冠军的 卫全龙队 在春训前是召集了90多位球员 到大龄慈激医院做年度体检 包括了拳雷打王大师兄林智盛 重炮铁补吉利吉佬等人都现身了 让碰巧遇到的患者和家属 都难掩兴奋之情 而球员自己则是对于 大龄慈悦的医疗人文 还有陪伴志工们的温言暖语 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恭喜卫全龙队成为中华职棒34年的总冠军 中华职棒34年总冠军 封王球队卫全龙 冠军队伍为了在新年度延续好成绩 即将展开春训 备战之前有个地方得先报道 亚锦赛中华队先发投手徐洛希 攻守俱佳的拿莫一样 WBC经典赛重炮铁补吉利吉捞拱冠 还有职棒拳雷打数最多的大师兄林智盛都来了 正常吗 在休计自己都会提早做自主训练 然后练一些体能重训 然后那个量会比在春训 或者是在比赛期间更多 来突击力量 在球场上我都很注重睡眠 然后还有饮食的部分 让我可以在球场上很有精神这样比赛 大林词院高功能运动医学中心 为职棒运动员体检 明星球员感受到特有的词剂医疗人文 所有的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都特别好 然后让我们感受到很舒服 然后大家的讲话方式都会让我们觉得很安全 大林词院连续四年为卫泉龙球员健康检查 培养出坚强的互信基础 词院医师群也曾受邀到球场开球 请投赎 谢谢同学长 我们可以去找到说他们有没有什么其他外面生理外面的问题 然后如果有要去补墙或怎么样去解决跟改善 让他们能够继续生理保持健康 然后也做一些运动防护的一些教育训练 有专业医师为后盾 职业运动员方能无后顾之忧 纵横球场展现精彩球技 大爱新闻严广胜 黄小娟 李亚平 林欣宏 嘉义报导 为善竞争台南慈祭志工 烹饪高手云莱吉 以分组方式推出了拿手菜 比创意当然也要比好口味 伸出的料理 未来渴望能够网络订购 推速势在必行 蔬食料理东西军 台南五个和气大PK 我是在卖素食的咸酥鸡 有丙级郑兆主厨称厂 还搭上台南在地特产 西港他们那区的麻油 炒过再去炸鸭油出来 比较香 输人不输政 83岁的杨桂花 每道丘楼材 精致又有层次 另外这道当灰汤 主打牡蜜牌 他平常在家就有帮忙煮了 所以就是说 在这里我去负责 食材的整理的时候 他就帮忙雇这个汤头 竹轩的枸杞 还有那个老姜粉 然后这样下去调料 他味道就很快 面肠平常大家一般都会用 炒酸菜 加了红麴 那红麴本身也是蛮健康的 它对心脏血管也有抗氧化 推床仪料理 还有色彩缤纷 视觉饗宴 玉米 毛豆 血帘子这样子 蛋白质很影响 对 要 我们吃素就是主要蛋白质 现在的云端科技 那我们就用云端来 让大家去订 就是先转生 厨艺切磋也增添社区凝聚力 未来推出网路订单 让吃素人口无远否见 大爱新闻的嘉欣 萧红树台南报道 如素其实是为地球降温 做环保最好的灵芳妙药 的确在去年2023年 已经正式由科学数据 公布给大家 成为了史上最热的一年 全球升温达到了摄氏1.48度 逼近了1.5度的临界值 值得注意的还有这惊人的暖化速度 比起2016年的记录 14.81度高出了0.17度 冰临失守关键的1.5度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 哥白尼企划变化服务最新公布 去年全球升温摄氏1.48度 距离巴黎协定的门槛 只剩下1%就要超标 气候变迁对地球带来的影响 恐将更加剧烈 哥白尼机构表示 2023年的每一天 全球平均气温都比工业化前时期的同一日期 高出至少一度 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现在科学家更关心的是 突破1.5度以后呢 超过这个门槛 地球上的许多生态系统将难以适应 夏季的炎热在某些地区 将接近人类的生存极限 So we know there's a direct correlation between average global temperatures and the number and frequency and intensity of extreme events So we saw that in 2023 we had heatwaves around the world marine heatwaves, droughts, flooding events wildfires and with a warmer climate those extreme events become more frequent and they become more intense 根据CNN报道 2023年全球均温达涉是14.98度 比2016年的记录14.81度 高出0.17度 去年暖化速度出现惊人增幅 人类减排替地球降温 需要加紧脚步 大爱新闻 吴桂甄编译 您是顾家的人吗 很多志工会把慈祭的会所和静思堂 当成自己的家在呵护 这也是顾家 下段新闻教育您分享这一群慈祭的守护者 我的阿嬷有一辆小车 每天早上不到六点 就开往不同的家 我的阿嬷有一辆小车 每天早上不到六点 阿嬷是福田志工干事 来 负责维持桃园靖寺堂一楼的环境整洁 虽然他们只是拖地 打扫 看起来十分简单 却让人任何时候走进来 都感觉到舒服 干净 做福田比较有功德一下 阿菲上给家里的人健康 平安 孩子大小 大家平安 这件简单的事 阿嬷十几年来都始终如一 她的自律让我钦佩 当初她搬来桃园 就是为了照顾刚出生的我 后来我上学了 妈妈鼓励她出来做志工 于是阿嬷从小家 开始照顾大家 阿嬷做完福田志工 就开着小车去买菜 然后回家料理我们的早餐 不管是大家或是小家 她一直都照顾得好好的 除此之外 阿嬷还有第三个家 就是福气环保站 环保站以前在靖司堂的户外停车场 几年前惊人抗议 不得已搬到半山上 虽然这让环保志工 出入变得很辛苦 但为了地球这个家 他们不辞劳苦为大家祭福 我是王朝成 她是我的阿嬷 王王宝珠 今年81岁 虽然她说自己没做什么 但是一辈子用心照顾每个家 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了 你说对吗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此季分布于全台各地的联络处 靖司堂 都是在地志工群 温暖心灵的家 这个大家庭还扮演着社会教育中心 以及另类清安居的功能 都说把这儿当成家了 自然都有好多人 是以顾家的心情和行动实时呵护 好比画面中您看到 新北市戏纸禁思堂的这些 金刚护法师兄 他们时时都出现在 每个禁思堂的角落 平时总是默默做话不多 今天难得面对面与上人话家常 分享自己铁汉柔情的顾家心情 戏纸顾家团队 我愿意 我承担 为了冷冻冷藏库的散热 在这个屋顶上装了两台散热风球 因为有一点漏水 明松师兄和国华师兄上来补 各有所藏 有的人对水电 有的人对土木 有的人对铁工 都有这种专长 小小的室 有时候这种室虽然是小 可是比方说 忽然这个什么肉水什么 这个就要比较专业的 是用像那个开眼 还是那个来顺 10月11处理 一段落 10月17又处理 10月26日又处理 笔记本写的迷你妈妈 却也简然有序 据一整本记录顾家足迹 有发现的问题记录下来 记录下来我们就一一的去查 发羞发现就是这两个 服务球有问题 所以都没出来 顾铁团队并不是一个人的团队 是大家的团队 我们一共大概有二三十位师兄 在协助 开源节流的开源师兄 来就顺的来源师兄 他们解决我们的 进司堂心灵的家 顾家团队 温馨分享精神理念很扎实 进司堂说 悬眼无落伙 盲眼无是非 大家就是都这样 变成这个进司堂的 感觉来这里 大家集中力量 来把这个元器过后 众多声音中 他确实带着罕见遗传性疾病 在投入 法部 瑞斯症 继续在医生观察 每个月要去回诊两次 都要打针 输入说会做就快做 现在自己感觉怎样 开启 也是我们的点唤 就要听 医生的话 要教训 医生怎么说 我们怎样听 自己祝福 没问题 生日快乐 健康快乐 顾家好男人之间的情谊 也有柔性的一面 以和共揚上人 我们做到了 甘蕊挑担人 感恩上人 这块土地 让人欢喜 让人欣赏 让人爱气 这都是人 人做出来的 经营到场 跟大众结好言 多少人 在这样的园区里 转变他的身心方向 来到这里 成为正向人生 所以说处处都是土地 只要你用心 当要买 这个鸡就要好 慈祭大家庭 怎么顾三峡关渡团队 接连传授 持家小秘诀 外头冷 室内却 暖意无限 代理新闻 萧志杰 天志中 赖慧娟 刘开源 台北报导 中国大陆华北 入冬 今年出雪下得早 慈祭也及时启动了 寒冬送暖 今年很特别 送上的是物资卡 免去让乡亲们 扛着沉甸甸的物资 还能够自由选购 摄氏零下十度的低温 天津慈祭志工不为寒冷 扫着路上的积雪 更在会所前忙不至 因为这一天 他们跟居民有约 感觉有点冷 手不得劲 天津南区的寒冬送暖 志工为附近六个社区的 97户照顾户和单亲家庭 送上物资卡和新年祝福 祝福您 祝福您 祝福您的好棒 好好好 祝福您的好棒 好好 谢谢您 祝福您 谢谢您 大冬天心里很暖和 暖暖暖我们的心 祝福您 祝福您和老伴 全家人都能平安健康 和过一个好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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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就买粮食 油 芥笋 吃着几个热组织 给我们的一片喜 刚刚失去老伴的王大娘 泪水止不住 慈祭职工感同身受 也开解宽慰 您现在就是把自己都保重好了 然后有归宇陪您的 后面的路还有孩子陪您 然后我们也都会继续陪伴着您 好吗 今年已是慈祭在天津 寒冬送暖的第11年 社区干部期待未来 跟慈祭能有更多合作 11年间 基基金会应该说真的 给我们借到的社会救助工作 提供了特别大的 这种帮助和支持 也希望咱今后 在更多的领域 跟我们有更多的合作 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气象 带着志工的祝福 我居民兴满一族复归 华北的延东 有慈祭人的爱相伴 相信大家都能温暖过个好年 大爱新闻知识美之工 郭金宝天津报道 这个地方也非常需要 大家的满满祝福 以及行动力 日本强政过后 目前避难生活长期化 加上灾区500多间的校舍回损 或是变成了避难中心 所以现在灾区开学日 可以说遥遥无奇 而本周末 即将是日本的高考了 目前还是会如期的进行 但灾区的考生 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以便后续应考 教室课桌已被排放在一起 充当置物柜或公用桌 石川县七尾市一所小学 地震后成为临时避难所 原定九号的开学日 遥遥无奇 小学生无奈地说 好想赶快上学 石川县强政受灾区 学生被迫过着长期化的避难生活 对周末就要参加大学入学考的考生来说 更是加倍挑战 金则市一间补习班 无偿提供大约20名受灾考生的餐食与住宿 让孩子们能专心准备考试 由于强政导致许多校舍受损 包含石川县 新西县 富山县等地 多达五百六十间学校的校舍受灾 石川县县内四分之一公立 国高中与小学 共八十六间学校 确定在原定的开学日起停课 其中轮岛市 株洲市血水丁 能登丁 内田丁等五个受灾严重的城镇 共有五十五所学校 还无法确定开学时间 每日新闻指出 一旦确保孩童安全 目前关闭的学校就能恢复上课 但另一方面 许多儿童因为地震造成的损害 而遭受创伤 复课后可能还需要接受心理治疗 大新闻综合编译 日本在元旦当天遭受的强症 原本说实际测得海啸最高 只有1.2公尺 但根据最新公布的消息 光是在制鹤核电厂 就出现了三公尺高的海啸 为何第一时间的数据 和现在有这么大的落差呢 主要是因为当时很多的侦测器 完全被海啸给摧毁 失灵了才没有显示更高的数据 这是制鹤核电厂地震前的资料画面 而核场的取水口 还有码头附近 元旦当天 其实就出现了三公尺高的海啸 之后陆去都出现了海啸的高度 也涌现了核电厂沿岸 不过由于核场的建筑物本体 设在比较高的地方 同时还有4公尺高的防波体保护 才能够安然无恙 这一片的郁郁葱葱位于北国加拿大 它是大雄雨林地球上的净土之一 运运着无数的生机 还成为了贩售探权的环境永续示范点 大雄雨林它是全球最大的沿海温带雨林 是白鳞熊 也就是这种身体白色皮毛的美洲亚种的黑熊 主要栖息就在这里 也是全球最大的碳汇所在地 每年可以吸附好几百万公吨的二氧化碳 也就因为如此才由政府来牵线 让当地的原住民以碳底换的模式 换取企业永续资金 大雄雨林是以孕育白鳞熊著称 由数百名的当地原住民实时在保育 而这批大地的守护者他们的薪资 也就是来自于碳底换企业的资金易主 接着关心今天全台各地下午过后的天气状况 首先是北部地区 今天的都是晴时多云 气温偏低 高低温落在10到15度之间 中部地区云林加映 今天晴时多云 高温16到17度 低温11到13度之间 南部地区今天晴时多云 花冬一带降雨几率20% 低温最低有到10度上下 澎湖金门马祖今天晴时多云 不过要留意的是低温来袭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 感恩您的加入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剧场草山春辉 我是刘芳瑜 我们明天见